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澳洲菲利普岛去年10月因为闪电引起了一场大火 危害到当地小企鹅的生命安全 企鹅研究员发现那由于企鹅长期都生活在水中 只有在夏季的交配期还有换毛期才会上岸生活 所以呢他们对火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而这一段时间刚好也是一年当中 岛上最容易发生火灾的时候 为了防止火灾再次发生危害到企鹅的安危 菲利普岛就开启了一项为期三年的防火计划 来保护企鹅的栖息地 咦 这是在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吗 这片美丽的草原是距离澳洲墨尔本 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菲利普岛 是澳洲和纽西兰独有品种小兰企鹅的栖息地 眼前这名企鹅研究员 其实是在帮小兰企鹅测量体重和检查身体状况 由于这片企鹅栖息地去年发生过火灾 导致企鹅被火生生烧死 因此当地的动物保育志工就到栖息地附近 将容易着火的植物换成比较耐火的植物 降低企鹅在栖息地面临野火威胁式的生命危险 研究员还发现当野火在企鹅的周遭烧开时 他们并不懂得自保 企鹅研究员表示 这项企鹅栖息地的防火计划 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目前他们只能希望这段时间内 当地不会再发生重大的火灾 企鹅研究员表示 企鹅栖息地的防火计划 企鹅栖息地的防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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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用防火炽叶